大老神父,上一篇,我們介紹過過《斗夢金鞭蛇仔莉》, 由公公婆婆寫信黎說,要我們聖母君月劇團踩舞台版, 演出出又開戲《施野麗鳳元》首篇的《爬老婆》, 她的劇情《脫海之鳥仔》至《二卷六》的《馬介虎》, 《黎鳳元》起初是《申水蛇容》寫的,怎能知道,《申水蛇容》在香港演過一場那麼多多, 飄防撲撲撲,便晦氣地說:「屌男媽,怕老婆的小男人不合老子的身份, 老子以後都不合作這出的的啦!」 《蛇仔莉》聽到,做得就賣撲撲,要黎鳳元改編這個劇本給她做, 《蛇仔莉》能夠交出陳貴上怕老婆的神態,一劇成名。 至此,凡是怕老婆的小男人,都被人稱為蛇仔莉。 阿布拉撒姆弟兄弟,這出的法蘭西白代公司機密唱片, 在中華民國十四年,便找蛇仔莉,拍拳班青衣彈指侯海,管過一隻流星唱片, 要乘兩扣波紫禁制勇架。 連省城、廣州芯片公司都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初, 開拍這出粵語歌唱滑契幽默奉世論里有聲片《虎唱夫隨》, 除了找蛇仔莉本人踩回那怕老婆小男人陳貴上之外, 由坤班艷丹馬丹蘇組織他隻那獨庫雄士。 連開戲師《野麗鳳源》都有份踩埋一份, 其他戲師《老友探秀芳》、《善碧根》、 還有紫羅蘭的徒弟趁混帳,首次現身銀幕, 做一條舞女,至最金蜜,在芝香粉里的舞場來勾引男人。 另外,華男女權運動領袖孔若管小姐, 和生成土地局的女職員蘇州美彭國華小姐都有客串出鏡。 這齣戲在重發拍外景,山光水色, 青幽脫俗的農村, 將那條亞洲最高闊的白象飛串都有拍入鏡。 這齣粵語片在香港新世界戲院受影, 由中華民國二十五年3月22日, 星期日,直直拍到二十五日, 星期三,一共拍足四日。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6月6日, 星期六至七日, 星期日,在州府地蘇丹街同樓有聲戲院, 連演兩人。 也不拍完啥黄恥。 感谢观看